大家好 我是李双尼 今天我们来讲 何为龙之行止 这一课很重要 其实每一课都很重要 而且知识我们要把它串起来才能用 单独的知识是不能用的 但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只能片段性地去讲 你没有办法把它串起来讲 我们只有把片段的知识学会过后 我们才可以串起来讲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有些朋友是初学者 刚刚进入风水大门 或对风水刚刚有点兴趣 然后听了一两节课就跑去看风水 那肯定有问题 因为还有很多因素是你不知道的 这个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串起来讲 串起来用 这就相当于是我们看面相 我们在看面相书的时候 你看第一课是论额头 第二课论鼻子 第三课论嘴巴 第四课论下巴 第五课论颧骨 第六课论耳朵 第七课八课九课论手 论脚 论体相 论声音 对吧 相学里面还有声音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个人的声音 就知道这个人 好不好 声音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声音代表着一个人的气足不足 就像女性如果说话 她声音很沙哑 或者说有句话叫压工生 那么这个女人的婚姻一定是不好的 要么就是风月场所的人 但是我们在学习面相的时候 我们今天把额头学了 然后你就跑去看面相 你说这个人额头好 那个人额头不好 准不准确 不准确 为什么 你光论额头不行 所以有句话叫相不独论 就是说面相不可单独去论 你光论额头不行 额头要配合鼻子 嘴巴 眼睛 耳朵 全部配合起来 风水也是一样的 你光看来龙也不行 光看暗山也不行 光看沙和水也不可以 光看相也不可以 要结合起来 但是我们要把它串联起来 容不容易呢 并不容易 因为你需要学很多东西 你需要有很深的风水基础知识 以及理论 你要把它掌握得很好 如果你没有把这些知识 掌握得很好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把它串起来 所以你就用不了 你就用不了 龙之行子分别为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形龙 第二个是指龙 形龙就是说这个龙还在走 如果这个龙还在往前走 它结不结屑 不结屑 指龙带着这个龙 已经停止了 它结屑 是吧 那么我们要结屑 肯定龙要停 那么龙如何才能算是停下来呢 那么可能有很多也是学了很多年风水的老师了 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 问一问自己 如何的龙 什么样的龙才算停下来 可能有朋友会说 前面见水就停下来了 前面见水就真的停下来了吗 虽然说龙遇水则止 它遇到水就真的停下来了吗 如果它真的停下来了 那么这个龙脉从水里面穿过去 过辖从水里面过过去 又如何解释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湖 这是一个龙脉 那么龙见到水 它就停了吗 不一定 它可能在这个湖里面 它又跑过去了 对吧 它过辖也可以从水里面过过去 所以通过水来判断 不一定对 但是水是一个方法 水是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具体怎么看呢 它要从几个方面来论 新龙肯定是不结瘦的 新龙就像一个赶路的人 对吧 走在路上跑得很快 你停下来帮我一下 它不会停下来的 子龙就停在那里了 那么我们点瘦肯定是点子龙 不是点新龙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很重要的概念 那么也不是说 所有龙都一定要停下来才能用 因为有些龙 它是半停不停的也可以用 那么只是说它有条件 我们要了解龙的形态 我们先要知道山脉是怎么跑的 山脉就和树有点相似 它首先是一个大脉 一个大山 大山脉很大的一个脉 然后从脉上面分了很多脂脉 分了很多脂脉过来 就这样子 然后脂脉又分了很多脂脉 脂脉又分脂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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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树干一样 先是一个树干 然后分脂干 然后分枝叶 最后分叶子 也就是说每一个脂脉上面 都可能结屑 结屑就是挂果 你看它就挂果了 能不能看懂 它就挂果 大家去观察一下 这个果一般是挂在什么位置的 去观察一下这个树 这个果一般是挂在什么位置的 你观察了过后 我们现在先不讲 大家去观察 观察过后 你对这个熏龙 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你要知道天地之间 任何事物的像 现象 它都有一定的规律 是吧 它都有一定的规律 你看人也好 猪也好 狗也好 狗也好 形态不一样 但都差不多 需要吃东西 需要一定的营养 都一样都差不多的 就天地自然界 万事万物它都有一定的规律 这就是一个主干龙 然后分成各个资龙 资龙又分资龙 资龙又分资龙 最后资龙又会挂果 它会结血 但是形龙它是不结血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之前经常讲 老龙不结血呢 老龙就像这个主干龙一样 这个主干龙 你看这个主干上面会挂果吗 不会 它这个果一定是在资脉上 不会在一个主干的 能不能明白 我们这么去想的话 你对风水就更深地理解了 你就会认为风水好简单 本来就很简单 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 是我们很多传承者 把它说复杂了 是一些人刻意把它说复杂 勾入玄虚 所以大家觉得好复杂 风水有多复杂 没有多复杂 你把一棵树看明白了 你就把山脉看明白了 你把你这个血管看明白了 山脉你就看明白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们人也是要玩 一个身体分支 是不是支又分支 是不是手指又分支 都在不停地分支 形龙的判断有几个准则 第一个是根据水 那么水的判断是根据水的缓急 如果说这是一个龙脉 然后这里有一条河流 你发现这个地方的河流流水非常快 奔流不息 那么说明这个龙一定是在行走 这个地方绝对是不结血的 所以在风水当中 水本身为洞 但是洗净 也就是说水要很平静 也就是说你从肉眼来看 你最好是看不到它在流动 这就是在阳中求阴 山本为尽 但是洗洞 也就是说山要起伏 这就是在阴中求阳 阴阳交各 就能够孕育万物 它就是好防水 所以第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旁边的河流来看 但是有些地方它是没有河流的 是不是 所以说它就不能看 如果这个河流奔流不息 它不可以用 那么说我们这个地方的龙还是往前跑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根据龙自身的形态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地图来看 大家没事就去看一看卫星地图上的山脉 看着看着看着你就有感悟了 一般的山脉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脚 这个是脚 这个是山脉的脚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主干脉 像这种情况就是在行走 在行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脚是往后面伸的 能不能往后面伸的 它是往后面伸的 你看见没有 山脉是往后面伸的 它说明它就在行走 那么为什么它往后面伸 它就在行走呢 这就像我们走路的时候 一般是不会这样走的 一般是这样走的 是不是 为什么这样走呢 你这样走就代表我要停了 我要停下来了 就像是相当于是说 你要刹车 你一刹车 你就发现你这个脚 对吧 你这个脚呢 就在往前蹭 蹭一下 哎呀我就停止了 然后扣的手在地上一蹭 我就停止了 所以说如果这个龙的手脚 还在左右 还在往后面伸 它一定是在走 如果在走 它就没有停止 如果没有停止 它就不结屑 那么我们从行轮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没开仗 就相当于是这是一个山脉 你发现这个山脉 是往后面开的 它能结屑吗 它肯定不能结屑呀 它要结屑 它必须要 山脉要往前开呀 它往后面开的 肯定不能结屑 说明它还是往前走 这就相当于是说 这是一个竹竿 然后我们在这个竹竿上呢 绑一个比较软一点的棍子 那么我们如果是往前面跑 这个棍子就会自然而然的 往后面飘 对不对 或者这个飘带 就自然而然的往后面飘 然后这个时候你紧急刹车 这个飘带就飘到前面来了 那就说明龙停止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手脚来判断 这个方法是很可靠的 我们在卫星地图上 可以直接看到 只要它的手脚往前面寸 说明它的龙走得很缓 要么就是它已经在慢慢停止了 这个时候前面如果再建水 再建河楼 它就停了 它就已经停了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山脉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它就在停止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 开葬 一层葬 两层葬 三层葬 四层葬 结屑 就是开葬 开葬它一定是往前放开 它才能暴力 但我后面开怎么暴力 就像来了一个朋友 来我们拥抱一下 我们肯定是这样拥抱 你可不可能这样拥抱 这样拥抱那就有问题 手是长在背后的 伸不过来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这样拥抱 拥抱就代表有情 我有情于大家 大家有情于我 我们就能谈成生意 就能做满办 我们就能做生意 就能赚钱 那如果说我把手背在背后 我就傲视群雄 不管你 那不行 生意做不成的 这是从龙的支角的来看 龙都有支角 但是支角也有吉凶 这个就是各自中出 我们在前面讲过 过辖入脉 讲过 大家可能又忘了 各自中出 各自就是两边分脉 然后脉从中间出来 穿得越多越好 这叫穿杖 穿得越多越好 那么有些是各自旁出 他是旁边过来的 各自中出是最好的了 是最好的一个穴 最好的一个龙 那么有些龙他不一样 他是有左边没有边 他可能是这边有脚 这边没有脚 这个都不是很好 或者说有些龙脉 这边有脚 这边一个脚 也不是很好 左右的龙脚最好是要对寸 长短都差不多 如果是各自中出 一定是大跪穴 当然可能有朋友问 如果没有这种风势怎么办呢 那就退而求其次嘛 你就来个各自旁出嘛 如果各自旁出也没有呢 那你就不要追求各自了 你就得一个普通的就可以了嘛 你就直接不断的 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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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这样子 这跟你的福报有关系 这个不复杂 我反复给大家举例子 就是希望各位能明白 很简单 这是通过龙的支脚来判断的 龙的支脚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就是通过明堂 如果明堂前面有暗山前后呼应 也代表龙脉停止 但是他必须要开仗 必须要开仗 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各自中出 各自中出是必要条件 随口关南 如果随口没有关南 这个地方的气 它是不拒的 气是不拒的 不能长久的使用 只可小用不可大用 所以随口一定要关南 水口一定要有沙 所以登山看水口 入穴看明堂 这句话我们只要 一脚踏到山里面去了 我们就要时刻提醒自己 你就要去观察 你站在这个地方 你先不要去看西风 你先看看水口 有没有关南 水口有关南就能用 水口没关南 龙还在走 不要用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判断龙的行指 行龙一般不结屑 但是也不是说行龙 就完全不结屑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 恒龙多数就是行龙 多数就是行龙 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形态 看它的形态如何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像有些龙脉 它是没有脚的 它没有脚 它就是一个独独的就过来了 这个你就要仔细的去分析它 如果没有脚多半有点问题 因为没有脚 你到时候怎么结屑呢 是吧 你没法用了 它必须要有脚 开杖也是脚 都是脚 开杖也是脚 都是一样的 都是它的手脚 就像蜈蚣虫一样 大家去看这个卫星地图 看起来是很形象的 就有些山拉 拉就跟龙长得一模一样 是不是 如果你能站在很高的地方去看 也能看得到 你用无人机去看 也能看得到这些脂脉 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龙之行止 那么我们点穴的话 我们寻龙 我们首先看龙之贵贱 龙之真假 然后要看龙之行止 这个龙可能很贵 但它没有停止 也不可以用 它要停止 停止了过后呢 你要看它具体停在哪个地方 然后才可以用 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个好地方 真不容易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它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的 即便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风水先生 他也不能保证 一下子就找到一个好地方 他可能要多看几次 同一个地方 他可能都要多看几次 第一次看和第二次看 他可能都有个侧重点 可能第二次看 他就发现 第一次呼吁了一些东西 真的是有可能的 一个地方都要去看很多次 去观察很多次 你才能够把它给判断准确 并不是一眼定乾坤 当然这个普通的地方 一眼是可以定乾坤的 特别像这种很好的地方 你真的要仔细地看 你要去判断这个龙 看它的走势 就是要仔细地去分析 它的气聚在哪里 要去看它的观鬼情耀 要去看它的青龙白虎 最绝选武 四项是否搭配得好 四项是否分明 对吧 龙 血 水 沙 项是否配合得到位 都是要挨勾挨勾地去判断的 像这种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在微信地图上 你一看就明白了 因为画图 我可能不能给你画的那种形象 但是你一看就明白了 就很懂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